哈喽,大家好,这里是思维咖啡 我会在这个频道分享各种生活技巧和读书笔记 希望大家可以借此得到一些有用的知识 让人生变得更加美好,更加有趣 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书由著名的世界潜能开发大师 Tony Robbins写的《Mastered Game》 这是一本关于理财的书籍 Tony在书中访问了将近50多位超级投资明星大师 每一位都是投资界里面响当当的大人物 像是有股神巴菲特 指数基金之父John Borger 全球规模最大的对冲基金创始人Ray Dalio 以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机构投资者之一的David Swenson Tony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让一半的民众 也能够学会简单的投资理财知识 他说只要遵循书中的简单步骤和原则去做 普通投资者也能够获取到巨大的财富 未来的生活也能更有保障 这本书真的很厚,大约有700多页 我大概花了一个星期才把它读完 而我从书中整理了7个投资理财的重点和步骤 分享到这个影片当中 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在投资理财的道路上 减少一些冤枉路,走得比较轻松自在 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 第一,为什么要投资 书中的一开头,Tony就问了读者一个问题 你能够保证退休后能有足够的金钱过生活吗? 相信大部分的人可能都没有认真地思考过这个问题 因为距离退休的年龄还很久 人们总是不愿意去想太遥远的问题 但有时候只要一个简单的计算 你可能就会看到问题的紧迫性了 我们假设一个人在65岁的时候退休 预计每个月花费是3000块马币 一年的花费就是36000块 预计他能活到90岁的话 也就是说未来还有25年能活 那整个退休阶段的花费就是90万 那这个时候就要问自己一个现实的问题了 如果按照现在的理财知识和花费习惯 我们能够在65岁前存到90万吗? 当然这只是粗糙简单地计算了未来的花费 现实其实还要考虑许多的因素 比如说保险医疗 防止费用 孩子的学费等等 最后计算出来的结果 你很可能会发现你需要更多的养老金 才能在晚年过上舒适的生活 也许有人会把希望放在退休金 然而那是远远都不够了 根据马来西亚公积金的报告 超过50%的会员在退休后的3到5年之内 就已经把大半辈子存下的退休金都花光了 我们时不时也会在新闻上看到一些退休人士 因为生活的一些错误的决定 就把辛苦存下的养老金都给挥霍掉的新闻 书中也有提到 根据美国退休养老研究中心的研究 三分之一以上的劳动值的现金储蓄只有不到1000美金 而60%的劳动值所储蓄的养老金根本就不到25000美金 Tony告诉读者 用30年工作所缴纳的养老金去负担30年后的退休生活 这根本就不现实 你简单的用计算机算一算就可以知道这个结果了 那么解决的办法是什么呢 那就是透过学习投资理财的知识 并且开始打造自己未来的财务计划 这本书提到的都是一些简单却非常有效的方法 Tony告诉读者 只要避开一些陷阱 坚持长期投资 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人都能够有很大的机会可以达到财务自由 当然投资的目的不单单只是为了让你的退休生活过得舒适 它还可以让你在未来拥有选择权 想象一下 当你达到财务自由之后 投资的收入足够维持你的热常开销 你不必再牺牲自己的时间去换取金钱 做一份自己不喜欢的工作 你可以自由的运用时间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陪伴家人等等 这种生活方式才是我们应该去追求的 第二步 了解富利 开始投资理财之前 你得要明白富利效应 富利是现代理财的一个重要概念 简单的解释 就是你在一开始投资的钱在经过长时间的增长之下 在未来的时间里面会滚出一笔很大的钱 最后的数字会远远比你自己的储蓄更多 在书中 托尼罗宾也分享了一个很好的例子 有一对孪生兄弟 哥哥威廉和弟弟赞姆斯 刚刚年满65岁 都到达了男士传统的退休年龄 哥哥威廉投资起步比弟弟早 在20岁的时候就开了一个投资户口 接着每年都会投资4000美金到这个户口当中 一直到他40岁的时候才停止继续投钱到这个投资户口里面 这项投资每年都可以获得10%的报酬率 而相反的 弟弟赞姆斯一直到40岁才开始这项投资 他也是每年投资4000美元 每年的报酬率也是10% 一路投资到65岁 整整25年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哥哥威廉在20岁到40岁中间 一共投入了8万美元 弟弟赞姆斯起步比较晚 从40岁才开始投资到65岁 一共也投入了10万美元 哥哥威廉投资的时间比较早 虽然在40岁过后就停止了投入资金 但经过了多年的复利成长之下 他最终赚到了接近250万美元 而反过来看他的弟弟赞姆斯 尽管一直出去 从40岁开始连续投入了资金25年 但是到了65岁退休的时候 他所累积的财富却只有45万美元 大家从中可以看出那是非常大的差别 即使兄弟两个人投入的金钱相差只有2万元 但是在时间长跑的复利效应之下 两兄弟的财富差距超过了200万美元 这完全都是因为哥哥威廉开始投资的时间比较早 充分利用了负利的巨大为例 使财富多增值了20年 结果给自己带来了无比巨大的领先优势 而这个就是负利效应带来的结果 如果想要在投资这条路上获得胜利 关键就是越早开始越好 即使你的收入不高 即使开始你只投入了很少的钱 但只要投过长期复利的效应 你也可以很容易的实现财务自由 接着下一步 开始除去 Tony Robbins在书中强调 单靠工作赚钱是不可能实现财务自由的 不管你的工作能赚多少钱 你总有办法把它全部花掉 不只是普通人 我们经常看到许多超级巨星 尽管赚的钱都是天文数字 但是在处理金钱上的观念 出现非常大的问题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前世界拳击手 重量级冠军Michael Tyson 从富到穷再到破产的经历 他打拳赚到的钱 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位拳手 收入接近5亿美元 但因为疯狂的挥霍 导致后来破产了 虽然那些超级巨星的理财方式都很荒谬 但某种程度上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差别 大部分人最典型的理财方式 就是工作 赚钱 花钱 然后继续工作 但最重要的不是你赚了多少钱 而是你保留了多少钱 然后再把钱投入到可以为你赚钱的投资项目当中 Tony Robbins在书中说到 如果只是为了生活 为了吃饭而工作 那你就是用时间换取金钱 这其实是一个很糟糕的交易 因为你总是能得到更多的钱 但你怎么也不可能得到更多的时间 为了赚钱 长时间做一份对自己意义不大的工作 错过太多人生重要的时刻 你会开始怀疑 自己这样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 这样做真的值得吗 而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赚到的钱通过长期投资为自己打造一个赚钱机器 让他能在你睡觉休息的时候还是不停的为你赚钱 Tony Robbins建议如此把每个月收入按照固定的比例 把一部分的钱储蓄起来 然后再利用自笔钱聪明的进行投资 书中有个特别的例子 一位快递员西欧多岳汉逊 1924年他加入了刚成立的UPS 那是一间美国联合包裹服务公司 他努力工作不断的升值 不过快递员的收入有限 他的连收入从来没有超过14000美元 但是他运用了神奇的复利效应 每次他领到工资 他都会拿出20%作为储蓄 每次领到年终奖金 也会拿出20%来作为储蓄 他用这些钱购买UPS的股票 后来UPS的股票越差越多 加上他拥有良好的耐心 这些都让他看到了自己持续不断购买的UPS股票的价值越来越多 当他年满90岁的时候 这些股票的市值超过了7000万美元 这可能是很多中产阶级想也没想过的数字 当然 这位快递员在整个投资生涯当中 只单单投资了一只股票而致富 无可否认是有些幸运的成分存在的 但是这个故事的目的是让我们明白到 只要坚持的把收入一部分 放到可以让资产增值的投资上面 经过时间的发酵 就能够让我们得到巨富 而储蓄最好的方式 就是先存款后花费 最好可以把它自动化 每个月当你的薪水进到户口后 就自动把部分的薪水转到另一个户口 这个方法可以有效地帮助你提升存钱的效率 记住啊 你现在存下的每一块钱都是为了未来的自己 这些储蓄将会在未来给你创造出巨大的收益 当然啊 除了每个月存下薪水的一部分之外 你也可以打造副业 在拥有一份正值的情况之下去经营 网卖或各种创造收入的方法 我在之前的影片也有介绍过一些打造收入的方法 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找来看看 Tony Robbins建议独自找到一种方法 每个月多赚500块或者多省出500块 那你一年就可以多存6000块了 然后再把自笔钱拿去投资 假设每年可以得到8%的投资收益率 这样持续长期投资40年的话 那你最后就会得到150万 你也可以留意自己日常生活中一些不必要的消费 把这些钱省起来 存到投资户口当中 比如说平时你要花50美金出去用餐 那现在你可以尝试在家里自己煮 自己煮饭可能只需要花你10美金 至于你出去高级餐厅大吃一顿花掉50美金来相比的话 自己在家里煮能够让你省下40美金 每个星期节省40美金感觉好像很少 但如果你仔细的计算一下的话 你可能就会有不同的想法 我们来看看 每个星期节省40美元 一年52个星期 那你一年就能够节省出2000美元 如果你把自笔钱放到投资户口 每年能够获得8%的收益率 那40年过后得到的回报是60万美元 而你所付出的代价就只是每个星期减少出去吃一餐高级晚餐 把省起来的40美元投入到你的投资户口里面而已 只需要几个小小的持续行动 就能够为你带来巨大的回报 所以你也可以再深入的想一想 如果你每个星期能够省的钱超过40美元呢 比如说你每周能够节省100美元 这也意味着未来你的养老金里面会有100万美元 大家看到差别了吗 想要财务自由你不需要做出巨大的改变 重点就是开始储蓄 储蓄是投资的前提 也是投资的基础 所以今天开始就许下承诺 每次拿到收入后就留出一部分储蓄作为投资 负利的齿轮就会为你开始转动 所以啊 现在就为自己示例一个每个月收入的百分比作为投资基金吧 Toni Robbins建议这个百分比应该至少在10%以上 当然啊 你也可以随着自己的状况做出调整 只要开始行动就对了 你不会后悔的 接着来到了第四步 了解投资的费用 记住啊 在你准备投入到任何的投资计划之前 投资费用是你一开始最应该注意的地方 这些费用乍看之下可能只是小小的%率 许多人可能根本不会留意 但是如果经过长远的计算啊 这些费用很可能会吞噬掉你大部分的未来收益 Toni Robbins在书中用了一个鲜明的例子来解释了这种现象 想象一下这样的情景啊 有个人来找你谈生意 他说有个投资机会 想问问看你有没有兴趣投资 投资的内容是这样的 你必须投入100%的资金 承担100%的风险 如果自笔投资赚了钱 他要拿走利润的60%作为他个人的管理费 但是如果自笔投资失败的话 你就必须亏钱 而且你还是得一样的付他管理费 这种条件的投资机会你会接受吗 相信大部分人都会大声的拒绝吧 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啊 如果你投资在一些金融机构的主动型基金 例如一些银行的Unitrust 或者类似的Investment Fund 就是那种每年你必须交付一些管理费用 然后让银行或金融机构里面的经理 来帮助你投资的形式 如果你有类似的投资的话 那在某种程度上 你已经同意了刚刚我们所说的投资内容 很多人因为不懂得投资 于是就把辛苦赚到的钱交给这些金融机构 每年交付一些管理费用 让他们帮助自己投资 然而你可能不知道 这些每年付出的管理费 相当于未来潜在的收益的60% 甚至更多 为什么会这样呢 投资大师John Brogger在书中做出了解释 因为大多数人根本没有算账 而且这些费用很多都是隐秘的 如果没有认真的计算的话 这些看起来就只是每年几个percent的管理费用而已 根本不值一提 我们可以透过下面的例子来作为说明 假设你20岁的时候一次性投资了1万美金 每年的投资收益率是7% 这笔钱一直没有被拿出来 一路投资到你80岁 中间经过了60年的成长 根据每年7%的富力成长之下 那原本投资的1万美元就会增值到574,464美元 然而如果你所投资的项目每年需要付出2.5%的管理费用的话 结果就会大不相同 经过了同样的60年 你原本投资的1万美元只能增值到14,274美元 两子之间相差了43,4190美元 足足是77%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每一年这些基金经理都会从你的资金当中收起管理费用 当做他们的报酬 无论你在那一年有没有赚到钱 你还是得必须每年交付管理费用 那就像是蚊子吸血那样 你的资金正在慢慢的被吸干 换句话说 你付出了资金 承担了所有的风险 最后你付给那些主动管理型基金的管理费用 居然是你潜在收益的77% 所以一定要记得 千万不要小看任何乍看之下很小的费用 因为这些管理费用在未来将会侵蚀掉你很大一部分的资金 接着我们来到了下一步 不要试图打败市场 这是关于选择投资的方向 当你储蓄到一个数目 拥有了可以投资的资金 那接下来要思考的方向就是该把钱投资到哪里 书中大部分的售房子一直给出的答案就是 指数型基金或者是指数型ETF 但是在介绍指数型ETF之前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股票指数 简单来说 股票指数就是从所有的上市公司中挑选出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组股票 然后计算出这组股票的价格平均数 比如说美国最有名的股票指数就是S&P500 这个指数包含了美国上市的500间最顶尖的公司 主要的成分股有大家都很熟悉的苹果 Google 亚马逊等等 所以这也可以拿来当作美国经济的走势指标 S&P500每天会评估所有500只成分股的股价表现 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的计算出最新的价格 而这就是我们平时看到的市场指数 我们晚上听到新闻报道说股市上涨了或者下跌了 说的就是这些指数上涨了多少点或者下跌了多少点 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指数 比如说马来西亚的KLSE 新加坡的STI 或者是香港的恒生指数等等 而指数型基金或是ETF属于被动型的基金 它们成立的目的就是复制整个市场 比如说专门追踪S&P500的ETF就有SPY和VOO 这种指数型ETF会把投资者的钱按照比例 投入到美国最顶尖的500间公司 换句话说 当你购买了一份指数型基金 你就等于同时投资了这500家在美国上市的最强大的公司 投资这种ETF的好处就是它可以帮助你分散投资 避免单独选股的风险 并且让你的资金伴随着整个美国经济成长 而且投资这种指数型基金的费用非常的低 可以避免未来的收益被侵蚀的风险 书中全部的受访者都认同 从长期来看经济一定是越来越好的 过去100年美国的经济一直都在攀升 即使是遇到了经济衰退或者是大萧条 甚至是世界大战 他们也一直能够找到办法来增加价值 增长业务 提高收入 大家可以看看过去90年的记录 S&P500都是一路往上成长的 所以我们投资追踪市场的ETF 长期来说是一个合理的投资选择 很多人都认为选择一些主动管理型的基金 会比指数型基金来得更好 让专业人士来帮我们投资 应该可以得到更好的获利吧 但现实往往是另外一回事 金融行业研究专家罗伯特·阿洛特 他花了20年的时间研究业绩排名前200 而且管理基金规模超过1亿美元的主动管理型基金 结果令人震惊 从1984年到1998年 一共15年里面 200个基金经理只有8个人战胜了S&P500之数 许多资料都显示了96%的管理型基金 始终都未能跑赢市场 而且每一年无论你是赚钱还是亏钱 这些管理型基金都会收取你固定的管理费用 扣除掉费用之后的净收益 你就会知道在长期投资的时间里面 这些管理型基金几乎没有可能战胜指数型基金 就连股神巴菲特也是指数型基金的支持者 他说大多数人应该购买低手续费的指数型基金 长期定期投资 他在2013年给股东的信就透露过 当他去世之后 他留给妻子的钱只能投资指数型基金 这样可以让成本最小化 让潜在的收益最大化 巴菲特非常确定 即使是专业的悬股子 长期来看也是不能战胜市场的 甚至巴菲特在2008年的时候 就以复制S&P500的指数型基金和一间避险基金投资公司打赌了一个100万美元的赌注 他们打赌的内容是这样的 这间投资公司挑选了5支最顶尖的对冲基金 他们打赌在这10年里面这5支被千挑万选出来的顶尖基金 能不能跑赢巴菲特挑选的S&P500指数型基金 转眼到了2017年 最后的赌局的结果是巴菲特大获全胜 5支被专家挑选出来的顶尖基金都没能跑赢S&P500 结果也被公布在2017年巴菲特给股东的信当中 书中大部分的投资明星都一致的推荐 一般投资者应该把资金投入到这些ETF上面 因为长期来说整个市场都是向上的 只要坚持的长期投资 不需要特别强求自己去打败市场 买入这些指数型基金 平静的跟随整个市场去成长 那你就可以在未来轻松的达到财务自由 就连基金之父John Borgler在书中也说了 一般的民众只需要购买一支低成本的指数基金 让它占到你所有资产的一定比例 这就是最好的投资方式了 保持被动的投资 持有市场上所有的股票 你就可以打败96%所谓的投资专家的基金经理 这样做你就可以完全解脱了 再也不用费心费力的选择股票 也不用盲目的把钱投入到主动管理型的基金 这样的投资可能会让你感觉到有点违反直觉 但长期成功的秘诀就是什么也不要做 老老实实的待在那里 记住不要去战胜市场而要成为市场 这样你就会站在胜利子的一边 跟随着市场一起不断的成长 不断的扩张 不断的前进 接着我们来到了资产配值 书中所有明星投资者都认为 资产配值是投资里面最重要的一环 简单来说 资产配值就是将你的资金分散投资 分别投入到不同种类的资产 比如说股票 债券 大众商品 以及房地产等等 把钱分散到不同的投资项目上面 长期而言能够减少你的投资风险 同时提高你的潜在收益 我们都听过一句话 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对此 Tony Robbins在书中也说了他朋友的故事 他的一位朋友非常看好苹果公司 一提到苹果公司就非常的兴奋激动 于是他把所有的钱都投到苹果公司这一只股票上 曾有一段时间 苹果公司的股票成绩一直都很好 但是就在他朋友买入几个星期后的 因为一些市场上的坏消息 苹果股价突然暴跌了40% 还有另外一位朋友 30多岁了 原本在一家电视台做高官 但他辞职卖掉洛杉矶的房子 那时正好是房地产市场大牛市的最高点 他赚了很多钱 并用自笔钱在自己的家乡开了一家小餐馆 然后他把剩下的钱都投入到高风险的股票和垃圾债券上 他认为这些债券的利息足够支撑他的热肠花销 有几年确实如此 这位朋友过得很安稳 但是在2008年爆发了一场金融危机 股票暴跌 债券也暴跌 他一下子亏光了所有的资金 他不得不关掉小餐馆 重新回去工作 生活过得非常的辛苦 这个故事要带出的关键就是 那些现在涨的投资将来在某段时间里面都很有可能会暴跌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做好资产配值 分散投资 不要把大部分的钱都放到同一只股票上面 或是同一种类的投资项目 书中的投资明星都说 当一般的个人投资者买入指数型基金或ETF 就是在做分散投资 因为投入一只指数ETF可以让你用最低的成本分别买入数量最多 范围最广的股票 John Borger也在书中补充说到 持有美国市场的ETF其实就是在做全球化投资 因为美国大公司大多数的业务都是编布全球的 比如说麦当劳 IBM 苹果 Microsoft等等 所以当你买了一只追踪美国市场的ETF 其实它们就是一个国际性的投资组合了 当然除了投资股票的ETF之外 书中的投资专家也建议读指可以把一部分的资金投资到债券 或者其他项目上面 做出更进一步的分散投资 像是美国的长期国债 换个说法 就是美国借的钱 风险非常的低 当然收益也相对的比投资在股票市场来的更低 但主要的目的就是保障一部分的钱 大家可以把一部分的资金买入债券 或是通过专门追踪债券的ETF来进行投资 比如说IEF或是TLT 我们假设你把60%的资金买入美国股票市场的ETF 40%的资金买入美国长期国债ETF 那基本上你就已经完成了一个简单的资产配置了 长期来说风险会比起你只投资一只股票来的更低 也可以让你在投资的道路上变得更安心 资产配置没有一个固定的公式 大家可以随着自己的状况做出适当的资产配置比例 我在这里列出一些书中的明星投资者的组合 大家可以作为参考 并且实行到自己的投资组合当中 John Borger会把60%左右的资产投资在股票上面 大部分都是Vanguard的股票指数基金 其余40%的资金就会投资在债券上面 Mark Faber会把资产配置成四个等份 1%放在股票上 1%放在黄金上 1%放在现金和债券上面 然后最后的1%放在房地产上 而Ray Dalio的资产配置建议是 40%在长期国债 30%在股票 15%在中期国债 7.5%投资在黄金 以及最后的7.5%投资在大宗商品 而巴菲特留给他妻子的投资指令也非常的简单 巴菲特要求他去世之后 他的信托资产把10%放在美国短期国债上 90%放在成本非常低的S&P指数基金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配置组合并没有很复杂 你也可以开始打造属于自己的投资组合 接着来到了最后一步 基金定投 我们已经介绍了资产配置的前两个关键 第一 分散投资到不同的资产种类 第二 分散投资到不同的市场 接着第三个关键因素 就是分散到不同的时间 而这个方法就是定期定额投资 书中简称为基金定投 操作的方法很简单 每个月或者每个季度定期定额的买入基金 长期持续下去 最后一次性的卖出基金兑现 用这样的操作方式 目的可以减小你一次性大量买入或卖出 犯下巨大投资错误的可能性 定期定额投资法 每次买入的时间和金额都相同 你可以每个月投入1000块买入追踪S&P500的ETF 不去计较当天的价钱或市场反应是什么 只要时间到了就投入一样的钱买入 这样的做法可以避免你因为情绪冲动 一次性在最高点买入 结果搞砸了你辛辛苦苦定制出来的理想资产配置计划 定期定额投资有很多支持者 其中包括一些明星人物 比如John Borger 博顿麦吉尔 他们都推崇这种简单的投资方式 定期定额最关键的一点是能让你晚上睡得很安稳 因为你知道就算市场短期出现波动也没有关系 因为你的投资是分批买入的 如果市场涨了 你前面用低价格买的就赚了 如果市场跌了 那你后面可以继续定期买入的价格就更低了 也可以拉低你的持有价格 所以无论市场是涨是跌 你都有好处的 而且从长期的角度来看 市场肯定会持续增长 不管未来经济情况怎么样 你持有的组合都会有所增长的 而你所需要做的就是试定一个长期的时间表 按照固定的时间间隔 一个月一次或者一个季度一次都可以 把你的投资总额划分成每次投资相同的金额 像是每个月30号就用1000块买入ETF 时间久了 市场波动就会成为你的朋友 而最后要做的就是每个季度或半年回头查看自己的资产配值 如果你发现股票的比例在投资组合中提高了 你可以做出债平衡 你可以卖出一些股票 把资金买入债券或其他投资项目上面 把投资组合再平衡到你满意的比例 比如说继续维持在60%的股票和40%的债券上面 持续的每隔一段时间就做出这个动作 你的投资组合就会不断的跟随你期望的数目增长 并且让你更安心的持有他们 以上就是我从书中归纳的七个重点 大家可以发现 其实要实现财务自由的方法并不困难 关键就是简单的事情重复做 在过程中保持耐心 就像Tony Robbins在书中的结尾所说的 知道不是力量 执行才是力量 只要每天进步一点点就行了 长期坚持下去 不知不觉中你就会达成你的目标 请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我 安心的话�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